就像直接被水桶破了全身 还有狂风震震 复议案被封最后 令场外青鸟们 有如经历一场政治的 午后雷震鱼 就是会想要坐在这边 好好的听完 这两天看新闻是有点焦虑 因为人比较少一点 可是因为这一次到现场看以后 其实发现其实长辈非常多 跟他们完全不能相比 所以其实我觉得他们的讲法 会让先这边的 就是守护民主的民众 其实是一种侮辱 复议政落幕 但反扩权和挺国会改革的 视线站和罢免站才刚接幕 清亮行到主舞台 现场旁边搭设了 民主联农墙的帐篷 把想要罢免的国民党立委 通通贴在墙上 徐晓信的头像只剩下眼睛 叶元智整张脸被贴得完全看不见 就连兰姻有意挑战 20269和100里侯的部分区立委 包含王玉敏 柯智恩等五人 也被点名 参加县市场选举 更要经历民意考验 拔覆行动和铲除黑心等 罢免标语 现场随处可见 可以看到第一讨厌的在这边 是徐晓星 然后当然还包括了 那个王红 我已经看不到了在这边 台中这边有几个 我们号称台中三少 还有叶元智在这里 罗廷伟 廖伟祥 对 那这个是今天我们很多民众 自发性的来这边贴 他们是因为我们的立场 跟他不一样要罢免 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不正当 这其实本质是在夺权 这其实是民进党选输了 还要想要利用罢免 再选一次的感觉 眼看青鸟出招 蓝鹰马上反击 而且我们也想吓 绿营干事长吴思瑶 被蓝鹰选为罢免第一名 蓝白最初一聚国会改革 绿营回击一拳 立愿滥拳 2024政坛暴风雨 还在等雨过天晴 近周无论陈志峰采访